外国传媒报道,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嵌市警号,盛路易斯联储银行数据显示。 自2016年以来,美国的货币基数下降约23.68%,为美国联储局成立以来最深,最长的跌势,上次接近这跌幅是1920到1921年。 当年下跌了17.24%,最后引发了严重通缩及衰退,最终出现大萧条。贵金属分析师及投资通讯作家表示,若以市为监,基础货币持续下降绝非皆兆,在1920到1921年经济衰退期间。 货币基数下降最终影响更广泛的货币供应,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衰退期间。物价水平大幅波动,波幅约13至18%,批发价格的波动更是达到36%,所谓基础货币,是指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及银行体系。 准备金,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,的总和。 逆绩货币供应量的基础部分,并且是最流动的部分。联储近期放水不尋常。一旦货币基数下降,可用作还债的方法就更少,并可能引发大规模违约。 由于现金变得稀少,才会出现近期联储局在回购市场上被逼出手注资,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现象。 诸·联储局已宣布,自今年10月15日在致明年第二季,每月扣债600亿美元。 他认为,这种情况说明银行系统可能已崩溃,无法继续以目前形式创建新的信态,就像银行再不信任银行系统或特定银行时。 无法按照黄金标准增加其黄金持有两一样。黄金和货币基数对比有启示。与此同时,随着基础货币持续下降。 更深层次的危机也在酝酿。为了有系统地分析基础货币对市场的影响,和对经济的意义。 性路易斯联储银行编制了一项,以黄金和货币基数为基础的数据。由1918年开始,结果显示,之前两次黄金与货币基数的比率,出现大跌时,资金价大升。 而货币基数下跌,都出现足以改变全球金融市场格局的重大事件。 而目前走势刚好类似。对上两次是1933年的黄金大劫案,政府没收金条。 并宣布拥有金条为非法行为。以及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。 全球放弃金本位,以美元作储备货币。当前的形势较对上两次更严峻。 因对上两次经济及股市未接近转税。而目前全球经济及股市正处转税边缘。 随着基础货币下降和金价上涨。这次的后果难以想象。